我們的瑪寶很容易用 常常看到衛生棉會堵塞瑪寶 把衛生棉丟到瑪寶沒事 這衛生棉不容易水 現在衛生棉堵住了 水就已經滿出來 然後我們用我們的MASCRO 這強力的通管器 我們來通這個 它從隔壁噴出來的 你再通我去隔壁噴這樣 你再通 好再通 它力量很大 再來 再來 通了吧 那我們來通這個馬桶 我們現在來吃的先吸水 衛生棉是很難通的 很會堵塞的 我們這個原理 我們這個原理就用水壓把它壓回去 壓到壓下去 這樣我們再一個頭 它就成功的 通管 吸盤是一次擠壓的水的量 就是這麼多 就是這麼多水 但是我們的強力通管器 我們一次可以吸取水的量 你看我們的強力吸管器 這是剛才吸盤式的 這是我們強力通管器的 然後 擠壓我們的水管 就可以產生很大的水壓 來進行通管 一般這種馬桶的吸盤式通管器 我們看它的橡膠部分 它是非常薄的 它受壓之後 它就會 它在壓力太大的時候 它會從旁邊這樣受出來 我們通管器的橡膠頭 MAXCOLOR通管器的橡膠頭 它有這麼厚 它這麼厚 所以你再怎麼擠壓 它都不會變形 所以它可以承受很大的壓力 這樣那麼多的水壓力 去擠壓這個 擠壓這個馬桶 來製造水壓 它就可以 有很大的壓力去擠壓這個管路 來疏通我們的馬桶 它就可以反覆地用這種水壓去通管 它就可以了